木龟长,欢迎来到擂台,我是蓝虎,咱们继续来看比赛,观众方的话是一个花生寺,对两方的话是大唐官府,对两方的这个大唐的话我也是解除过他的很多比赛哈,对两方这个大唐应该算是比较强的那种哈 看一看对两方这把大唐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对两方的一个宝宝给观众方的一个人物打毒,人物直接是解毒哈,这个技能的话说实话哈 很少见了哈,很少见有用的,解毒的门牌应该梦幻中有三个门牌是吧,考考大家,大家能够想到几个哈,龙宫好像有一个是不是,然后五招怪,再就是花生寺哈,地宫好像是有三个门牌可以解毒 对两方的一个宝宝疯狂挖毒呀,这样的话观众方这个毒到底是解还是不解呢,解的话是吧,这个这个规合就浪费了啊,不解的话一直持续的一个伤害掉血掉蓝 很恶心 对两方了,虚弥直接是打飞了观众方的一个开局闯 观众方这只豹子去拿捏对战方的虚弥,但是虚弥没有拿捏到一手破甲丢给对战方的一个开局的一个隐功 对战方这只宝宝有点意思是吧 这手开局宠的话,这个抗性还挺高,伤害的话是吧,再配合着这种克制技能的话也是可以 这样的话,其实观众方想赢就很难了,观众方出一手虚弥 乌有这只虚弥直接能压三千四千 观众方有一手一束啊,直接是舍生取一一万三 其实早早的用舍生对于观众方而言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选择啊,但是也没有办法是吧 观众方起了一手修罗咒,开始反弹 修罗咒的话,反弹的一个伤害并不是特别多,观众方继续拉虚弥 观众方有一手一束啊,舍生的话其实是非常ok的 观众方继续舍生,再次一万选啊,宝宝贴了一手,其实没必要贴是吧 对待方出漫天啊,对待方的一个攻击越高,观众方其实就越兴奋啊 观众方出了一手隐身的一个宝宝啊,应该的话是这种配速啊 其实公虫也很好是吧,没必要配速,观众方就是公虫,一手战蝶给到宝宝,宝宝的话肯定是要清这个虚拟的啊 没有清虚,你清观众方的一个手发,哎呦我的天呐,你清这个手发的话不是很好清呀,你看 观众方没有选择舍生,而是选择直接出宝宝,你这样的话是吧,人物就直接被赶到在地了 你如果直接是选择舍生的话,还是比较有机会再扛一段时间啊 观众方生托啊 对了方一记横扫千军过来,宝宝绿了,这个宝宝很肉啊 拉起来,拉起来,观众方继续戳,观众方直接拉了一手地厅,看一看有没有回天之势 一手战蝶,给到地厅,对了方的一个锥子 哦,观众方希望直接出了去 观众方的一个小运营打的还是非常OK啊,这也是地厅的话 秒出去的一个伤害是吧,有点炸链 这样的话是直接将观众方场上的一个局势给拽回来啊 但是,有这两只宝宝没有清掉是吧 能清掉对战方的一个后排和这个薰米的话就会好很多 这样的话,观众方应该能硬的一个盘不是很多了 观众方继续拉,观众方有1速啊,稳坐钓鱼台 一手巨剑 哎呦,在山 这样的话,观众方是吧 这样的话,观众方是吧 尸体之后就很难被拉起来了 其实 观众方的一个宝宝特别能神 观众方的一个宝宝特别能神 快你不错了 flavors 你能在那里 。 刘远方直接拉出孩子 边急 呢 你看 弓 在哪里 你能 120 对两方被毒倒 对两方有孩子进行一个无限点了 其实关两方就已经不了 因为关两方根本清不掉对两方的一个孩子 你除非就是说摇铃铛 要不的话真的是没法打 关两方的一个孩子进行一个护杀 这样的话关两方应该是没了 恭喜对两方拿下比赛